反觀馬蒂斯 他就是不斷的球速領先 曾兆豪 在第四局 首先要面對張泰山 所以對曾兆豪來說 他不是球速非常快的投手 他必須不斷破壞打者的節奏 還有運用他很刁鑽的進雷點來對決打者 這是他的優勢 前三局就已經投了44球了 用球量有點高 在張泰山打第一球 插波比安打 張泰山 誰說森林王子已經打不動了呢 沒有人會質疑張泰山的打擊能力 就看他什麼時候發揮而已 今天在第二次打擊的時候就發揮了 對 這已經是統一今天的第三支長打了 這球打得非常扎實 主要還是今天曾兆豪在幾顆變化球 其實控制力沒有那麼好 必須要用直球來跟打者對決 讓打者剛剛張泰山 招呼 削力 用太多叫做 我